大家好,我是Emil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上個月6月是我的生日月份 再加上去東京旅行 上個月購物浴是超旺盛 我買了很多東西 是我人生的pick up 那個多東西的程度,我都不好意思跟大家說 所以這樣都會慢慢整理一下我的戰利品 好用的東西,然後再跟大家share 今天這條影片同樣地,好像最近大愛一樣 都是share了很多不同類別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第一樣要分享的就是我手上 Charlotte Tilbury Pure Talk系列 新推出了幾個月的唇膏 坦白說,我自己很喜歡用這類型的產品 因為唇膏和lip gloss容易合一 不用擔心唇膏,手袋一枝就完成了 很多品牌的唇膏都非常出色 我都用過很多 唯獨是想拿出來跟大家說 因為它的使用感受真的很良好 令我很喜歡夏天狂塗它 甚至是很期待塗它 因為它用了冷感技術 塗上去有一種很清涼的薄荷感 有人跟我一樣,很喜歡塗牙的時候 然後那個唇唇有一點涼涼的薄荷感 你會覺得很爽,很醒實 塗這個有你一種感覺 而這個涼涼都會上一段時間 會上十幾分鐘 很舒服 所以每次我再用唇膏時都很期待 尤其是現在香港的天氣很噁心 塗它就有一種醒神了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它只有兩種顏色 一隻顏色就是 fair-medium 另一隻就叫 medium-deep 但幸好兩種顏色都很漂亮 你會看到好像很深色 塗出來其實有種陽氣透明的感覺 所以不用擔心 淺色那枝適合藝素顏時用 我試過外出沒化妝 塗了遮瑕膏也沒問題 另外那枝是他們比較普遍的顏色 就是Medium Deep 你這樣看是不是很深色 嚇到別人 但其實我今天都在用的 是很容易擔心的 而它就這樣看是有少許裸粉加裸紫色 塗上去就比較貼近唇色 不過我自己的唇色是偏淺色的 所以就會比較容易顯得這枝的顏色 它的質感都很好 塗上去是很舒服 很順滑很薄 但又不會有種黏黏的感覺 唇紋方面它都蠻遮瑕的 有一個好處就是這個唇膏是可以疊加的 當你疊加到兩至三層的時候 就會做到少許輕型風唇的效果 我今天只塗了一次就比較自然的感覺 跟日系的唇膏有少許分別 因為日系的唇膏未必可以疊加到嘟嘟的效果 但你看到官網的模特兒 有種很厚純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自己是很喜歡用的 是狂用的 如果可以多出一點吃就更加好 第二樣要分享的都是化妝品 就是韓國品牌的三色遮瑕膏 很久以前的全面最愛 我都有分享過他們的脂妝的遮瑕膏 那個遮瑕膏真的很好用 而滋潤膏很高 塗在暗瘡的位置 是令到暗瘡隱形的 我當時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經過他們專門店 看到這個三色遮瑕膏是賣港幣60元 我就心想不用想了 馬上買一盒回去試試試看 試完之後發現很好用 這個顏色是03號 是適合皮膚偏白的女生 近看它有三種顏色 一個是用來遮暗瘡隱形 一個是遮瑕疵 另一個是遮瑕疵 我最喜歡用綠色那一格 用來遮暗瘡隱形 很好用 以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都是用綠色的調色霜去打底 但我發現可以調整到皮膚泛紅的感覺 但一些暗瘡隱形 其實它未必幫助太大 反而用這些綠色的遮瑕膏打底之後 可以令到後續的遮瑕膏用得更少 整個妝感會更薄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就是 首先塗在暗瘡的位置 都塗OK後面 然後加上一層粉底的BB Cushion 其實已經遮瑕了九成 黑眼圓的位置 我用橙色這格 都是同樣的方法 它的滋潤程度 真是剛剛好現在的天氣用 真是鐵伏 爪得實皮膚的感覺 化了十個小時之後 即使你出去戶外的地方 佈曬、溶妝 但它的位置都長到七成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用 甚至乎它的爪粉能力 比起全年大外分享過 Ipsa更加好 然後我試過對比一下 我塗在斧口的位置 因為斧口的位置很乾 很多紋 這個效果品牌的遮瑕膏 真的更加貼 和遮瑕度更加好 而這個其實有少少卡粉的狀況 雖然這麼多年來 我都很喜歡用Ipsa的三色遮瑕膏 但我覺得這個真的有它的可取之處 所以最近我都是用它比較多 但我覺得它的產品設計上 都是Ipsa更勝一籌 因為Ipsa本身有鏡子 還有一個遮瑕掃 而這個遮瑕掃是非常方便 容易使用和清潔 所以外出補妝我都一定是戴上Ipsa的 而這個就是適合早上化妝 在家裏時使用的 這個我好像在旺角兆曼的家製店 有見過的 或者你要上網找代購買 但韓國買真的很便宜 如果你去韓國一定要買一顆 試試試看 下一件要分享的就是脫毛肌 為什麼我會無端分享脫毛肌 所以明明出現了全身永久保養的脫毛療程 是的 品牌找了我很多次合作 但我都拒絕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也有一個轉捏點 話說有一次我出去脫毛肌 我們在抹大青蛙腳的時候 然後治療師就問 你是否Iberley 我平時看你的影片 然後我就覺得 嗯 非常尷尬 之後很想找洞鑽 很邪惡 我們不是在抹大雙腳 再加上我覺得 保養比堅尼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如果你有脫毛肌 一定知道 比堅尼是以連計都脫不完 然後每次我心想 什麼時候才是最後一次 因為去到那些骨位 嘩 痛到我是尖叫 真的沒有誇張 他已經幫我用冰褲 但我還是要休息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決定接受了這個合作使用的邀請 就是這一部 U-Lite的家用脫毛衣 其實這部 和大家之前在其他YouTube頻道看過的 有些不同的 因為這個是更新的版本 是Air 10 它是由韓國全自然代言 也連續八年拿了 家用脫毛衣 類別全球銷量 No.1 如果你有看過其他YouTuber的分享 希望你不要忘了這部份 因為它真的有各方面的功能和功能 都有更新的 我自己覺得最適合我這個狀況 就是它有一個Super Hair Removal的 軟線脫毛技術 聽它的名字都知道 它是用來專門針對這個橫強的毛髮 所以我用它來脫比堅尼位 是剛剛好 真的沒有誇張 我覺得用了它 它是幫我擺脫了脫毛的恐懼 因為我每次都會跟阿丁說 我今天又要脫比堅尼 好痛 用它真的沒有痛 它跟外面的美容員一樣 都是用了藍寶石冰點技術 也可以在30分鐘內 它會維持在-5.1度以內 我去美容院的時候是用Laser脫毛 真的有種橡筋大力彈的感覺 所以我每次脫比堅尼都會叫 但用它首先是冰冰涼涼 而那種冰涼的感覺是開過了痛感 真的可以做到一個毛痛脫毛的效果 它是很符合人體工學的 單手拿都不會累 旁邊有兩顆按鈕 你可以選擇四種不同的模式 根據部位和毛髮的粗度 AIR10比之前的型號 脫毛的強度都提升了 例如它雙燈管設計做到1秒4閃 也有兩個密充燈 配置甚至液界標準的2倍 出光速度縮短了 10分鐘就可以完成脫毛 記得用它掃的墨鏡去保護眼睛 另外我覺得很滿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效果真的很明顯 其實它裡面也有一個指示 就是指使用家12個星期為之一個療程 確保毛髮生長期內 至少都可以做到一次的狐狸 但大概脫了兩個星期左右 你會感覺到毛髮生長 亦比之前慢的 所以效果真的比我想像中明顯 我以為起碼要脫三個月 另外也有一個優惠 就是我之前出去做這支脫毛的時候 皮膚容易起蚊爛 但用它真的沒有這個問題 不會令你皮膚乾燥或有敏感的狀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用 基本上是外面加入美容院 一個部位的價錢 就可以幫自己做到全身的屯毛 重點是你可以和男朋友分享 和家人分享 和你的好賤分享 超級划算 除了一個部位是多少錢 我都不會計算 到最後當然有優惠 優惠碼可以有800港幣的折扣 還有買一送五的優惠 所以如果你一直心大心細想買的話 就預祝這個機會 下一件要分享 繼續 倒是化妝品 不要讓它停 因為我真的買了很多化妝品 就是這個BB Cushion 斷貨王 大家一定認得 而我繼續不懂得讀它的名字 我怕讀錯 再試試一下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它的韓國品牌 還是日本品牌 因為它是Cosme 連續拿了三年罐 它的代言也是找元斌 然後上網有些人說它是韓國品牌 有些人說它是日本品牌 重點是它真的很好用 TOTO它是有五款不同的功能 我選了最出名的紅色 因為它都聲稱可以做到水光感 和遮瑕度比較高 長達72小時的平滑遮瑕效果 提供營養滋潤皮膚 做到輕盈肌膚舒適的感覺 而我真的覺得它這三件事都做到 首先它的遮瑕度很高 OK 當皮膚爆了 當皮膚有暗瘡印的時候遮瑕 遮瑕 如果不是很漂亮的妝容 要上鏡的話 其實真的不用遮瑕膏 它的妝容是OK薄貼的 對 它不會有口重的感覺 很多人都會說 夏天還用水光感 變成像煎蛋一樣 但它不會 有一點像剝殼雞蛋的光澤感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今天都用了它 光澤感是非常容易接受 亦是它的質地很適合香港的夏天 它的持妝效果真的很好 第一次用的時候 在家裡不用出家 我都最後10個小時了 10個小時之後再剪 為什麼妝容比我剛剛化妝更漂亮 它真的很貼 不會浮粉 真的好像抓緊了皮膚 它就不算超滋潤 化妝之前沒有做好皮膚部罩的話 乾性皮膚的話會有一點乾 我覺得就是因為它乾爽一點 所以比較適合香港的夏天 所以我覺得它各方面做得很好 重點是 我記得在Lok On買是199元 還是200元 很划算 下一件要分享的產品 終於不關Beauty 也不關化妝品 就是最近我買了一個什麼手袋 上個月是我30歲的生日 也是一個挺大的里程碑 所以我就想買一件東西去紀念 記不記得我10萬訂閱的時候 我就買了一個Chanel Classic Flap 給自己 其實去到現在 這麼多手袋裡面 我自己覺得買得最適合的 都是Chanel Classic Flap 因為真的越看越漂亮 而且它的價錢都越來越高 那時候我買是5萬6 現在已經去到8萬港幣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所以那時候一直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不如我買多另外一款Chanel Classic Flap 但是就想不到是買什麼顏色的 因為雪櫃 我想說雪櫃 因為衣櫃所有basic的顏色 我都有的 所以我就想買一隻特別的顏色 或者特別的材質 那所以 直到遇到這個手袋 噔噔噔 哎呀 掉了 噔噔 就是這個淡綠色Tweet的Classic Flap 它是19年的Seasonal Product 我覺得超漂亮 真的未必每個人都喜歡它 因為有些人覺得它太懶惰 或者有些人覺得 哇這隻綠色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不要緊 因為買袋是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就是不用大家都認同 我這個袋是一個漂亮的袋 我自己是超喜歡 是真的一見鍾情 而這隻綠色呢 夏天穿白色淺色的衣服 是超漂亮的 甚至我試過出幾次街 是一些男人跟我說 哇這個袋多漂亮 是一些男人說 超漂亮 給大家勤勤看 它是一個Classic Flap 它裡面的皮的顏色都漂亮 到瘋了 你看看 是湖水綠啊 而且我是很喜歡Tweet的 對啦 我本身都已經有一個Tweet的袋 都是來自Chanel 喜歡到呢 是我覺得 我要買其他色的Tweet 當然來自就停了 那衣服呢 我都有 藍色Tweet 有粉紅色Tweet 橫色Tweet 白色Tweet 黑色Tweet 哇真的超多Tweet的衣服 第二個為什麼我會買它 原因呢 就是我在Franc的店裡買 我都可以放回他的Instagram 價錢是非常相宜的 因為現在的Classic Flap 差不多去到百萬元 他也跟我說 原來有時候Tweet 因為比皮更加難整 所以有時候有些款是更加貴的 就是他的店裡買 是四字頭就買到 四字頭現在在店裡什麼都買不到 因為上樓真的很貴 所以我覺得這個袋是真的很值得買的 那我朋友那間店裡也分享了很多 一些積極的產品和款式 他也給了我一個折扣 如果用了我的折扣的話 就可以有5%折扣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用我的折扣 就可以買到自己喜歡的款式 我自己是很喜歡用它 我在日本是狂用 然後把IG照也是用它 甚至我指甲都特意弄了 這隻色味親居 你就知道我多喜歡這個袋 所以我沒有後悔買到它 下一個要分享的就是 我想我很少分享的一個產品 就是給點茶來的 這個普利茶 淡香水 我在Sephora買的 Logo 這裡是Print 我想分享一下為什麼我會喜歡它 或者是遇到它 我一直以來 我一直都喜歡一些很濃 很長的香水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 帶著香水出街補 我覺得很麻煩 最好就是出門口 一噴它就可以耍了8小時 然後有一次跟朋友聊天 我發覺很多人跟我相反意見 有些人會喜歡兩小時噴一次 因為覺得濃的香水可能 搭車的時候會觸到人 或者在辦公室的時候會很尷尬 所以我們就聊了 你覺得有什麼淡香水好 他就推薦了我這支 我上網找到哪裡可以買 發覺Sephora有得買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支回來試 淡香水到處都是 為什麼要特別提醒它 因為它是用茶族Base的香水 很香 我自己很喜歡喝茶 我覺得茶有種很療癒的感覺 而它這個 是否只有茶餅的味 不是的 它是前調有些普利茶茶餅的味道 有一點點木香 很容易接受 然後到中調 就有一點花香的味 譬如是短丹花的味 是很舒服的 也不會很熟氣的感覺 去到之後就聞到一點白色香的味 我自己都很喜歡用白色香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這個組合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重點是 它是男女都喜歡的香水 所以如果你平時上班 需要放一支香水在桌子上 定期噴 或者出去檢查的時候想噴 我覺得噴它就剛剛好 它又不會逐親人因為它是淡香水 第二就是大家都會喜歡的一個味道 所以有興趣呢 或者你想找一個很特別的香水 即是你平時家裡有很多果香 很多花香 很多木香的話 我覺得有一支茶香的香水 加入的collection 就是非常之好 和完美 所以我經常都用 下一個要分享的就是 Protein零食 就是來自Base Food 它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怎樣遇到它呢 就是有一次和朋友打牌 有一對非常之重視健康 和經常吃Protein產品的 所以我拿了一包Cookie出來 就是這包Cookie 然後我就問 咦這麼有趣的 Protein cookie 我沒有試過 試一下 試完之後我覺得 不錯 又有蛋白質含量 味道也算不錯 吃下去有多健康 它只是Cookie好吃 它的包真的不一般 所以大家不要買它的包 它不是好像Janny's cookie 它不會很鬆軟 很多牛油味 越吃越想吃 它不是這種感覺 它是乾燥的 吃完整包 你的手都還是乾的 完全不會有油液 都不用擦手 如果你晚上肚餓的時候 不想吃一些很邪惡的東西 我覺得偶爾吃一下它 一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它有很多味道 它有抹茶 椰子 朱古力 Earl Grey 這些味道其實都可以的 我覺得它曲奇是真的不錯 上去官網買 是挺困難的 一包買我記得是很貴的 所以我才決定成箱買 成箱買它就每一款有兩包 然後包括麵包 那些麵包是我覺得不好吃 然後Ben幫我選擇 而且它是一個訂閱制度 即是你要訂閱了 每個月都要訂一箱 所以如果你只想試一箱 貨來了之後 你就馬上不訂閱它 那為什麼我有兩箱呢 就是因為我忘了不訂閱 然後第二個月 發了一模一樣的盒 但是我覺得是挺不錯 挺值得一試的 最後一樣要分享 也是有一次我在K11找廁所的時候 發覺它有Local Market 然後無意中發現的一個Local Brand 做瑜伽衣服 就是這個品牌 先放回IG 發覺它的東西挺漂亮的 重點是這件TOP真的很漂亮 你看看 有種網球風 然後它是瑜伽衣服 裡面是有一個PAT 所以是不用穿底衣服 夏天是很爽的 而它有款得來 它功能性都很好 做瑜伽穿又可以 打網球穿又可以 出街襯衣服穿又可以 其實我想找這款的衣服很久 一直都要不適合 所以看到就馬上買了它 狗結買黑色和白色好 如果喜歡的話 就買了另一款衣服 其實我買了它不久 我也有穿過它做運動 發覺它還不錯 彈性還不錯 而且它也不會有種汗味 噴味走出來 品質很好 而且是本地品牌 所以非常值得支持 而且它這個品牌 有另外一個產品 我覺得是挺有趣 大家可以試一下 就是它出了一系列 很漂亮Pastel顏色的波鞋 而它的波鞋表面 它不是皮革 是紐約的 然後我覺得很漂亮 但最近我多了新的波鞋 所以我沒有買來試一下 將來有機會 有朋友試過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好不好穿 那我有機會可以買來試一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分享了很多 其實也不是很多 只是冰山一角的禮品 在東京我真的買到爽了 那一箱東西 我放了到不知如何是好 我怕洗了之後 然後中店姐姐 所以我放了在原封不動 那當我有時間的時候 我會拿出來和大家拍賤禮品 其實以上分享的產品 如果大家有用過 或者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